AACP-058 Heart of Darkness 黑暗之星 项目等级Heater 偷受容妥虚 AACP-058因持续隔离于一间 5公尺乘5公尺乘5公尺的受容适中 其墙壁由3公尺后的耐热加固钢铸造 更使用10公尺后的钢筋混泥土加固支撑 AACP-058每3天喂食一头活牛 AACP-058冬眠时 每60分钟进行维护 AACP-058活动时则没15分钟一次 任何情况下均需要确保AACP-058不会逃出出容的区域 不允许人员一次连续请听AACP-058的话超过30分钟 在其逃跑的情况下 将考虑放弃设施并当场引爆核资武器 迄今为止 AACP-058已经直接导致了当前站点149名低级人员和14名特工死亡 描述 AACP-058外形类似牛的心脏 拥有4条甲壳截肢用以移动 和4条覆盖着剃刀般锋利几次的长肚壳变的触手 在它的后部有一根尖锐的刺 在一般心脏器官的上腔筋脉孔处 AACP-058的触手可以在3.2公尺的距离内 以超过时速320公里的速度挥急 AACP-058具有强烈的敌意 会利用一切机会破坏周遭的物体 AACP-058已经显示出了对外上的高度适应力 即使看起来已经失去活动能力 也应小心地靠近 AACP-058有很强的机动能力 并在垂直和水平表面上都可以迅速移动 也有记录显示 其可以在短时间爆发中达到时速90公里 射程达到200公尺 并有能力在两脑内从0加速到时速90公里 还发现它可以使用触手用作杠杆或平衡器 以及通过拉拽物体表面来为自己加速 AACP-058会以人类的语调说话 尽管还没有观察到用于发生的生理机能 其语音的音调和口音 类似一位上了年纪的英国男性 有轻微的口齿不轻且声音低沉 AACP-058的话语从不间断 即使攻击时 AACP-058的语速和音调都不会改变 AACP-058的话语很少谈及和AACP-058有关的人 事件、外部地点 参见058-04的访谈记录 笔记 AACP-058在他从 出现后被首次遭遇 AACP-058表现得非常凶恶 并且似乎非常不安 最初AACP-058攻击了塞 导致了 明员工 明特工死亡 AACP-058后来攻击了 症 导致超过 明市民的伤亡 并且毁坏了附近将近70%的建筑物 突袭事件后进行的分析认为 大部分伤亡是因为火灾 或火灾的相关灾害造成的 这些火灾是因为AACP-058 从其大型器官里散布的毒液而引发 他也造成了大量的建筑物损伤 AACP-058引起的 只占死亡人数的8% 证据是 在被他上方一栋建筑物倒塌 坠入了砖石压碎和武力化之后 AACP-058终于被收容 AACP-058随后被特工和机动特险队小队 搬运出并运输到 AACP-058在 被收容三周 期间其尝试最小限度的活动 这既是由于其在最初的突袭事件中所受的物理伤害 与 对其造成的浮种 在此期间 测试被限制实施 且在其受伤状态下 威胁等级仍被定为高等级 在 AACP-058在试图将其转移到收容站点时 突破了牢笼 导致大量伤亡 最后AACP-058被特工 捕获 他驾驶一辆M1坦克 让AACP-058压住不能动弹 AACP-058随后被带往武装生化收容区14 访谈记录 058-4 我梦到皇后 轻叹到生活在爱之心 和我所知道 曾为完整的所有长者中 你叫什么名字 我追寻喜事 来自所有神圣 告知不知者 在梦中 太阳下 寒冷于尽摔过过 黑血之虎与蛇 在秋天吃下羔羊树的孩子面包 你叫什么名字 无尽痛苦是无知识人的不幸 从未缺乏寻找自己心里的深处 只看到可怜世界的富裕 陈述在银枝刀伤 与残酷喜悦中 拨下自己背皮的痛苦 你从哪里来 恶梦是无名小组的梦境 徘徊于危险和汪雨入的遗骸 这恐怖的 夜幕是在所有城市中闪烁的阴影 人里心生瘟疫的感知 立刻的温暖 是母乳在所有事物 在邪恶之前的梦中 放他走 树苗间 太阳如果 在所有吃掉杂音朱尔的心脏里跳动 肉欲暴力的欲望 是知道生命意义唯一需要的保证 记录结束 以上就是SCP-058 简单来说 SCP-058是一颗心脏 有昆虫般的节肢和锋利的触手 它有极坏的速度和很强的破坏能力 能释放毅然的毒液 会持续说着低沉的话语 这些话的内容通常都破碎 而且没有明确的意义 从特殊受容措施来判断 这些话可能也有影响人类精神的效果 这份文档在中分的翻译 SCP-058说的话被翻译成文言文 但原文是文法错误 将各种诡异词会拼凑在一起的感觉 我觉得文言文没有那么好 所以就自己重翻 不过这种破碎的句子真的是很难翻译 所以听不懂是正常的 因为原文就是这种听不懂的感觉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要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